我们刚才讲 我们平常做的 不管是诵经 念佛 拜颤 词咒 它当然有各种不同的功用 我们说 我们说功德 比如说诵经 但是这些基本上第一个目标 都是先让你安住在法上 安住在法 就是你的心 不随着六根六成而在烦恼中浮动 因为这些是跟其他的境界相比 对你来说 它是相对安定的境 但是彼此的作用也有点不太一样 比如说诵经 那么诵经它 为什么会有诵经这样的行为出现 那是因为佛陀斯坦 没有这种书 所以你必须要靠背诵 拿到译词 当时法聚经 或是说这个义竹经里面 它就这样了 那我们刚才说到 诵经 念佛 拜颤 词咒 通常是我们比较常用的用功方法 那这些相对于你外在的境而已 它是相对安定 那么第一个都是要先安定你的心 让你从对外界的 叛远 那么转到 转到相对安定的境上来 但是它彼此还有一点不同的作用 就是功德 功用 那么诵经 我们说过为什么会有诵经 诵经在佛陀时代就有了 但是不是我们现在有靠着运诵 有一个阴调的 一开始是没有的 后来会便于寄诵 开始会有运 就比较容易寄 那因为当时没有书 它就是靠背诵 那么没有我们背这么多 但是就是它要背 背不同的经 就重要的不同的道理 所以它是要译词 那么背经是要了解经 那经我们说过 它不外乎就是 所有的经不外乎就是 告诉你修行的理论 像现在这个就在说修行的理论 修行的方法 苦其灭道未患理 未患理是一种方法 那苦其灭道是它的理论 就是你从烦恼 为什么会有烦恼 那解脱怎么样能解脱 那未患理就是 你实际上要去怎么做 它就告诉你这些 修行的理论跟宗旨 修行的刺激跟方法 那后面会跟你讲 你这样做有什么好处 那过患就是在讲这个 你如果不这样做 你以后会有什么结果 你如果这样做了 以后会有什么结果 那这个你都要知道 它是一个理论 然后实际的方法是怎么样 那么这个开始的刺激是怎么样 第一步要怎么样 那这样做了之后 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 这个是经里面的 所以你还必须要了解 但一开始诵经的时候 你就会相对安定 但不能只是一直诵经 不能只是一直诵经 要明白修行的理论跟宗旨 修行的刺激跟方法 修行的殊胜跟功德 以及不修行的过患 要了解这些 所以你了解了之后 那么你才能够从诵经中 得到真正实际的作用 那念佛 念佛也是一开始 不管你念什么佛 念菩萨也一样 它是让你从念贪念秤念吃 到有一个所缘 相对的一个所缘 安定的所缘 那么佛至少 你会生起一个恭敬心 虔诚心 你不会对它 你会念它是表示 你不会对它 就是你会生起这样的 不会有相对不安定的 不会对它起烦恼的 那你念佛之后 念经 最后要得到的是 经里面的智慧 念佛最重要 是先培养对佛的信心 那么你对佛有信心 你就对佛法有信心 你对这个人有信心 你就对他讲的话 有信心 那么你对他讲的话有信心 那么你了解他讲话的意义 内容 以及他告诉你的方法 你一知而行 你就能够得到 你就能够得到 他告诉你的这个殊胜功德 其实是这样的 所以念佛基本上 是要因为你念佛 那么增长对佛的信心 所以叫做策发信愿 念佛最主要是要策发信愿 念经是为了要增长智慧 那你必须要了解 如果你念经 那你从这部经念到那部经 那一辈子都在念经 你就觉得 你就觉得念经自然就开智慧 没有 念经没有办法自然就开智慧 没办法 那么除非你过去有殊师会 所以它是一个文师修正的过程 念经是一个文师修正的过程 念佛是要策发信愿 我对这个人尊敬恭敬 我意念他 我要跟他学习 他是策发信愿 有信有愿 有信有愿之后会有什么 会有行 叫做信愿行 就是 有信有愿之后 那么你会了解 这个人都修些什么 都做些什么 那么你有愿就是 我要跟他一样 你相信他 我要跟他一样 那么他最后 跟他一样是什么 大慈悲大智慧 所以它是一个 信尽念定会的过程 诵经是一个文师修正的过程 念佛是一个 信尽念定会的过程 那么持咒 基本上 咒是有意义的 它不是没意义的 那你把很多经 或是佛的一个核心 教法 比如说缘起 有因有缘世间起 像这里的七处 像这里 如果这一部经 这一部经 一五四经 要给他编成一个咒 种词 因为这个经很长 你要这样背 背不起来 你就背怎么背呢 就苦极灭到未患里 就这样 它就是一个咒 七字真言 其实就是这样 那苦是什么 急是什么 灭是什么 道是什么 那你都知道 那你就用这个来搜射 这一部经 这个叫做一五六 一五一五零经 一五四经 那你把它总词 总一切法 一五四经这么多字 苦极灭到 未患里 那七处三观 或是你把它 你把它总结成四个字 七处三观 那你如果把它总结成七个字 就像说 on money by me home一样 那么你背了 你就知道 苦是什么 己是什么 灭是什么 道是什么 未是什么 没有在跟你讲 未是什么 患是什么 那怎么样配合 那么受想形式 那么他告诉你这一些 那你了解了之后 你了解了之后 你总词了这个经典 这是咒 就是你掌 咒其实就是 让你掌握那个核心 佛罗里嘛 总词嘛 就是说 你能够掌握他的纲要 跟他的核心 修行的纲要跟核心 这个是持咒的意义 那诵经基本上 是要增长智慧的 它就是文师修正的过程 那文要先怎么样 文就是 你听到了 你知道 你听到了 你知道 而且你 你明白 你明白他所说的内涵 这个法 知道这个意 文这个法 知道他的意 所以 愿解如来真实意 一样嘛 你就是知道他在说些什么 我这样说 你这样想 你这样想 不是等同我这样说 那就不一样了 这个法跟意不合 你误解 误解 误解佛所说法 曲解佛所说意 那这样叫做半佛 所以他重点在文师修正 我们平常的功课是怎样 我们很少像 我们很少像这个阿安经里面讲 静下来想 这受想行事 想苦极灭道 其实这个是真正在诵间 这个是真正在修行 这个是真正在念佛 这个是真正在持重 你如果能够这样这样讲 烦恼的起初 为什么会有烦恼 烦恼从哪里来 怎么形成的 烦恼会造成我什么过患 那我现在应该要怎么样 可以去除这个烦恼 要用什么方法 第一步要做什么 接下来要做什么 做到最究竟是什么 你这个都清楚 所以这个是你掌握的 那个修行的核心 干要 就在你的脑海里面 你马上就可以知道 这是什么 苦是什么 己是什么 灭是什么 道是什么 未患离是什么 那从五运圣经去观 怎么观苦极灭到未患离 从这个六路处去观 怎么观苦极灭到未患离 从六戒去观 怎么观苦极灭到未患离 那就是这一本经 叫做七处三观 那你掌握了这个叫做持重 总持嘛 总一切法 持一切意嘛 那拜灿是什么 拜灿是因为你刚强 难挑难辅 你有业障 你有暴障 你有烦恼障 障碍住了 你没有力量 你升起不起那种力量 所以先让你的心调柔 你在谁的面前 你会调柔 在你最尊敬的人 最有能力的面前 你会调柔 就好像在凶的狗 在狮子 在老虎面前 他会调柔 一样 那我们在谁的面前 会调柔 我们最尊敬的人面前 我们会调柔 所以我们在佛前忏悔 是因为 是因为要让你的心调柔 那你没有调柔 你诵经念佛 持咒都不会得力 都不会得力 所以 所以拜灿的目的 是要让你的心先调柔 这个我们要知道 那如果没有 没有 你天天拜灿 心也不调柔 天天诵经 也不晓得经在讲些什么 怎么修行 有次第理论宗旨 你都不知道 为什么要修行 要怎么修行 你都不知道 你就以为诵经就是修行 念佛 没有要向佛 没有要成佛的信愿 后面的行 你就会觉得 我念佛就是行 不是 念佛不是行 就好像你认为 诵经当下就有功德 诵经当下 不是没有功德 功德就是作用 诵经不是没有功德 但它就是安定身心的功德而已 它也不是真安定 但是你诵经的目的 不是为了让心安定 是为了让心明白 明白整个生死的关键在哪里 为什么会有生死 为怎么样才能得解脱 诵经 诵经的最究竟处 是要有跟佛一样的智慧 而不是一直在送经 不是的 就是送到你 你心里面 完全认可这一部经所说的 跟这一部经所说的 完全相应 经不在书本上 就在你的内心里面 佛 佛不在 不在这个形象上 就在你的内心里面 完全觉知的状态 所以念佛最重要的就是 要从性开始 性进念定会 最后还是要智慧 然后因为你相信 那你发愿要跟佛一样 策发心愿 要如佛一样 那么你就会去想 那佛 佛都说些什么 所以 念佛还是要来 念佛你才会怎么样 才会思维佛法 才会修持佛法 那念佛是要 策发你的信愿 策发你跟佛 那么学习的心 向佛看齐的心 依佛修法 依法修行的心 其实是这样 那么你念佛念了很久 你还一直在期待 我们讲这个 我们这个世间 最大的错误就是 在期待中修行 在祈祷中修行 然后在行事中修行 在仪式中修行 就这样 两个错误 一个就是不长眼 一个就是不长近 你没有办法再更上 你天天都在诵经 然后就希望 佛就会给你智慧 这个经本身 就会给你智慧 不会 你天天念佛 就认为佛就会放光家之理 让你可以消除烦恼 让你可以得解脱 不会 功德不是由外而入的 都是由内而出的 都是从心涌出的 叫做从地涌出 欺佛宝塔从地涌出 信介惭愧 闻舍会的功德 从地涌出 那拜占最重要 是让你生惭愧心 惭愧心 善法才能生起 恶法才能不生起 因为一切的烦恼 都跟无惨无愧相应 一切的善法 都跟惭愧相应 它重点在这里啊 那你要了解 我之所以今天这样修行 它的重点在哪里 为什么 你不清楚的话 你一辈子 你一辈子 在做这些 看起来很殊胜 但实际上 你得不到什么作用 就好像你天天吃的东西 都是有机的 都是营养的 都是高贵的 特别处理过的 浓缩过的 但是 但是你的胃肠不能吸收 没有用 也不是完全没有用 至少你感觉良好 就这样而已 那你好好想 我们都不是 一天两天学佛 出家都不是一年两年 当然有些人刚出家 那么都不是短暂的 那么 不能够像刚入门这样 还在那一种 还在那一种 诵经念佛拜参 那佛就会加倍 就有功德 还在那种观念里面 不是 你这样就是修 你不要说弥勒佛下来 你见不到弥勒佛 法不相应 你不相应 你怎么跟弥勒佛 你跟释迦佛不相应 你也不会生到 有佛法的地方 即使生到 有佛法的地方 你也不问不问 释迦佛时代 所谓过那么多人 三分之一 没有见过佛 三分之一见过佛之后 根本不信佛 那信佛的三分之一里面 跟佛出家的 也不一定得解脱 为什么 没有解脱善根 没有相应正法 没有正法相应 没有正法相应 来解脱善根 那什么是正法 就是这个讲的 就是你不离开 不离开 对五蕴身心的关照 对生命现象的关照 那么你的佛法 绝对不能留在 那么诵经就有功德 念佛就有功德 不是说没有 不是说没有 但不是就靠这个 并不是说 我就念佛念一辈子 然后等待阿弥陀佛来接我 然后我就生到极乐世界 生到极乐世界之后 我就在那里 没有多久就成佛了 我告诉你 你这样想 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太美好 其实不是这样 那你说那我诵经 诵经千遍奇异至限 我就像以前 那有些人 你就多诵金刚经 你自然长寿 谭旭大师 丙承回一路 他自己里面说到 真的假的 我们先不管了 就是说 他当然 他确实有这种经历 但事实上是怎么样 那又另外一回事 就是说 他死了 他小时候死掉 然后去见到严罗王 但因为他那个时候还小 他还有一个妈妈 他说 我怎么会死 我不是都有在送金刚经吗 金刚经不是能够严授吗 难道我的经都是白送的吗 他就这样问严罗王 然后严罗王说 也不是白送 但也不能就这样送 但是我确实有送 反正就是他跟他讨价 完价 严罗王又放他回来 这个引擎回律有记载 那么 就是很多人会认为 那我送金 比如说我送药丝金 我就会健康 我送地藏金 那我就能够超度我的父母 我送金刚经 那有些都是 他可以严肃 有些都是 他会生长智慧 那么你不能停留在这里 这个 这个不是这样的 佛法不是这样说的 那所以 那如果 如果送金就会有功德 那功德最大的是谁 阿难 但是阿难 佛灭后才证阿罗汉 反而 周历盘头节 那个送 没有办法送了 送一个诗句就忘了 他反而比较早证阿罗汉 那照理讲 阿难送最多 义词的最多 听的最多 讲的最多 那他怎么不找证阿罗汉 不是这样子的 那也不是有诵经 送了很多 就会有功德 提伯达多也送 提伯达多 我们说一句夸张的话 佛头说的 他可以倒背如有 他连证出国都没有 为什么 跟他的心不相应 跟他的心不相应 没有 他就算有解脱的意愿 但是他没有跟证法相应 没有趋向解脱的意愿 或是有趋向解脱的意愿 但没有相应于证法的行为 没有 修行没有跟证法相应 跟邪见相应 跟外道相应 他就是因为心前有种障碍 你的心在哪里 业就在哪里 业就在哪里 所以你要了解这些道理 我们就往底下看 这个要讲是很快的 那就是苦其灭到未患人 但是如果我们要 真正的清楚了解 就是你必须要 常常跟自己讲 它通常来自于 第一个 第一个 我们听别人讲 尤其是听佛跟佛弟子 现在好像我是在跟你讲 其实不是 现在是佛在跟你讲 我们只是把它解释而已 这是佛讲的 这是佛讲的 这不是我讲的 那我只是把佛讲的 用比较白话的讲给你听而已 那么我们听别人讲 听佛讲之后 佛跟我们讲过之后 我们要跟自己讲 那才会生个叫做如理思维啊 听完了之后要如理思维 我们要跟自己讲 那佛教你这样做之后 你要告诉自己 你要怎么做 修嘛 就是依法修行嘛 依教奉行嘛 就这个阶段嘛 那么做到究竟 做到圆满 做到彻底 你就正了 它就是这个层次啊 所以你一定要 我们常常 很少跟自己讲 听了就算了 听了多听多听 一直听 听完之后 想一下就不想了 想一下就不想了 想了很久 想不明白就放弃了 想明白了 明白就好了 不是明白 明白是 你要依教奉行啊 你就是要这样去做啊 那 有烦恼 我有烦恼了 有烦恼 我知道有烦恼就好 没有 知道有烦恼下一步是什么 知其过患而能远离 就这样了 那你有没有 没有那不行 那还不行 所以他接下来就讲这个 好我们往底下看 那你要知道 这一些凡有所执着 他就会产生痛苦 因为他事情会变化 人事物都会变化 你想要的 他不出现 你不想要的 他时时出现 你想要拥有的 很难取得 取得了也很难 很容易失去 你不想拥有的 一大堆 你要丢掉都丢不掉 辩正会爱别离求不得 尤其对你身心的执着 那么你看着他 慢慢在变化 慢慢在变化 变到你不想 拥有的那个地方 老病死 所以 那么你要知道 所有的一切 都在无常变化中 那么 凡事 有所执着的 必然要因为执着而痛苦 你最在乎 你最在乎的东西 他不会管你 在不在乎 他因缘到了 他就是变 所以你可以在乎 很多东西 但你不要在乎到 你一定要拥有他 或一定要没有他 没有 他在跟不在 他在跟不在 对于你的心来讲 你只是知道 他在跟不在 你也知道 他在跟不在 对你有什么影响 但你不会一定 要坚持 希望他在或不在 他有或没有 你只是如实之 你要做的就是如实之 他现在存在了 对我有什么影响 他失去了 对我有什么影响 那你知道了 你尽量减轻 他对你的影响 那么你不受一切 一切法的影响 一切人事物的影响 这样你才有能力 去影响一切人事物 好的影响 你不要受一切人事物 不好的影响 你才有能力 让你周遭的 受到你好的影响 那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最后患 知道过患就要怎么样 要远离 所谓行离 这个行其实就是受想行 这是心 你的心的反应 不好的反应 这个都是无名相应的 如果是名相应的 那就不要离了 你就是智慧相应的 智慧的相应的 就是你的反应 是跟智慧相应的 出受想失 那这里就是受想行 那它是一个 跟智慧相应的 那么你就要经常保持在智慧相应 觉知这一块 那因为它就不会有苦 所以若于行 调伏欲贪 那么断欲贪 月欲贪 致你行礼 那么你真正 真正能够远离这样的过患 就是你的心 没有跟贪爱 不为贪爱所幸 做到什么程度呢 彻底跟它脱离 所以它这里就是三个 我们说它这是三个 三个层次 调伏 断除 跟超越 那调伏 戒跟定都可以说调伏 那我们说戒 比较重在控制 不让它超越到某一个范围 不让它跨出到某一个范围 所以戒叫做防非止恶 预防 以将要生起的烦恼 预防它 让它不生起 已经生起的烦恼 控制它 控制跟调伏 有一点不太一样 控制就是不让它扩大 不让它延伸 不让它范围扩大 不让它时间延伸 那不让它的程度 就是你可以造业 你可以起烦恼 但不要起到 会造三二道的业跟烦恼 因为未来你就会造三二道 所以戒 你只要持戒 你就不多三二道 你只要持戒 持五戒 你就可以不多三二道 因为它主要是杀到淫望的问题 那我们讲一下这个东西 就是有关于戒 我们这里讲到 所谓的 所谓的这个 月玉贪 调伏 调伏 那么贪 这里是贪爱 那这里是玉贪 那这里是玉贪 是从玉界来讲 从玉界来讲 那当然社务社界也可以讲 那么玉界 它是种玉贪 那么断除 它叫做断玉贪 我们把它放在一起容易讲 断除玉贪 其实就是断除贪爱 那么超越 因为烦恼有很多 那你断除了三条 还有很多条 你断除了轻的 还有重的 比如说我贪 你断分别我贪 还有巨生我贪 那你断除了玉贪 还有社贪 如社贪 所以超越就是完全断除 那我们讲贪爱 因为无名跟贪爱 无名跟贪爱是核心 那尤其是贪爱 造业 造业基本上是因为贪爱 那贪爱是有无名男 就是我贱 就是不如时之 不如时之 无产无我 不如时之 无产无我 年起无产无我 从这里来讲 不如时之 无产 然后就不如时之 无我 好 那 详细分析之后 就不如时之 缘起 因为 因为 根成是 有处 因为处 有爱 因为爱 有受 然后 因为受 有取 有爱 因为受 处有爱 爱有受 受有取 这个缘起 不如时之 持有 故彼有的道理 不如时之 所以你没办法知道 他的癥结在哪里 他的问题在哪里 他的过犯在哪里 都来自 不如时之 所以他这里叫你要 如时之 那么 你不如时之 就是无名状态 无名就会引起贪爱 那么贪爱 就会对境界直取 爱取有 那么对境界直取 就会有苦 叫做爱取有 好 那你这里调腹断除 超越 那前面 就是要如时之 那贪爱 是烦恼的总称 贪爱 是烦恼的总称 所以我们叫三读 那么就是 就是 不正当的心理反应 就心所 那当然 心所也有好的 但是这里 是从烦恼来讲 那前面 就是要控制 那控制就是接 会 断除就是会 超越就是解脱 当然你断除烦恼了 会能断除烦恼 一旦断除 你就趋向解脱 那么 你完全超越 这个贪爱 你就是具解脱 或是心解脱 那就是 你 你震的阿罗汉 就是涅槃 超越的就是涅槃 那我们叫做解脱之贱 那解脱之贱就是 自知 自知 自证 自知 自证 我身已尽 犯下眼尽力 所作已半 不受后有 就到这个程度 就超越了 超越一切的烦恼 超越一切的烦恼 那么这里 我们要先从如实之 然后控制烦恼 说起 那么贱的话 基本上 佛法治的戒 不外乎 不外乎三个层次而已 一个就是 比如说从巨族戒来讲 在家戒 出家戒 基本上就三个 世间的 出世间的 跟世出世间的 世间的 基本上就是说 在家的 五戒 八戒这种 出世间的 比如说巨族戒 那世出世间的 比如说菩萨戒 那当然 如果从佛法治界的 三个层次来讲 那不外乎就是三个 从巨族戒来讲 不外乎就是三个 道德 规范 那么我们这样讲 道德 规范 团体规约 我们叫团体公约 也是可以的 那么另外一个 就是行为准则 它不外乎就是三个 那我们持戒也是 因为它就是 除战 没有障碍 你没有戒 你就有障碍 那这个是障碍 你自己解脱 这个是障碍 你自己解脱 这个是 你会障碍 你不障碍自己解脱 但是你会障碍 跟你在旁 你周围的人解脱 你障碍自己修行 得解脱 你障碍别人修行 你影响到别人 团体 你没有关系 但是影响别人 你讲话很大声 人家在睡觉 你讲话很大声 你没有关系 但是别人有关系 那你不注重卫生 你没有关系 因为你脏习惯了 别人没办法受不了 所以它必须 团体有一个规约 大家共住在一起 你不要影响别人修行 那么这个 你只要做了 你就会影响自己修行 你不影响自己 不影响别人 你不影响佛教 你的行为准则不好 人家看到 这个人 这个人这样 出家人这样 学佛的人这样 那么 没有学的人 没有学的人 会毁谤 对佛法没信心 已经学的人 会难过 对佛法会上市信心 那这样就让正法不能久住 所以 要正法久住 基本上 所以它很多行为准则在这里 你走路要怎么走 讲话要怎么讲 吃饭要怎么吃 穿衣服要怎么穿 那今天如果 我今天穿着一个 一个 一个花色的衣服 然后带着一张项链 走在路上 出家人怎么这个样子 他开始会对 出家人都是这个样子 他对佛法就没兴趣 那一样 那这个是 开始就骂人 那一言不合 就跟人家打架 那你看 有时候报纸也会报 那我们看到为什么 学佛的人会难过 没有学佛的人 就开始毁谤 那么 想学佛的人不敢去学 父母知道 你看你还去学 那里面的人都这样 会制止他的亲友 他自己不去学 他也会制止 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喜欢的人去学 那么已经学的人会退心 所以 基本上 你障碍自己的修行 障碍别 障碍跟你一起的人的修行 同学 同行同愿的 障碍别人修行 障碍佛教的发展 那借他基本上 就是这样而已 让你不形成障碍 但是 你有了之后 你要能够调腹 控制自己起烦的烦恼 在一切人事物上起烦恼 那你都是烦恼来的 你都是烦恼来的 那这里 调腹断除 但你要先知道你如果不这么做 你如果不这么做 你会有什么过犯 你不控制烦恼 你不如实之 你就没有办法有这个 你都不晓得血管在哪里漏 你怎么样去补 你没办法 你都不晓得你生的是什么病 你要去 你要去哪里找药 你都不晓得什么是药在哪里 不晓得病在哪里 检查不出来病 那你要从哪里下手去治病 都不能治啊 就算你有很多钱 你自己开医院 你都治不了 为什么 你都不知道 你不知道病在哪里 所以你要先如实之 然后能够控制 控制你的心 才能控制烦恼 因为烦恼是什么 烦恼就是心的不正当反应 所以你要先控制 然后才能调腹 然后才能断除 然后把所有的烦恼都断除 你就超越 基本上是这个过程而已 那我们第一个当然就是 我们说过 我们要给自己一点时间 独处 独处什么 不是无聊 就想一些事情 讲佛法教的一些道理 然后跟我们身心 就法跟心要相应 法如果不跟心相应 心就没有办法如法修行 理法修行 也跟法不合 那么法不跟心相应 它一定是跟烦恼相应 心不跟正法相应 它就是跟邪见相应 心不跟戒定会相应 它就一定跟探称痴相应 它没有其他的 没有其他的 所以你一定要让自己 尽量保持 你要给自己独处的空间 跟时间 然后静静地想这些 所以重点在 如理思维 专精思维 做受思维 那么这个要时间跟空间 独处的时间跟空间 那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我们有时候活动太多 然后忙在里面 那当然我们说 它有安定圣心的作用 不管你是念佛 拜佛 送亲 那我跟你讲过了 这些的作用在哪里 那你可以让它暂时安定 就好像你吃饭 你一天吃三餐 早晚课 或是我一天吃三餐 在家宵夜 你用功 那你目的是什么 让身体健康啊 你吃了很多 吃了很好 花了很多钱 用了很多时间 身体没有变好 那你开始要 检讨用餐方式 跟用餐的内容 那问题出在哪里 那所以 你要了解这些东西 你吃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你有没有咀嚼 有没有消化 你煮的方式 对不对 那你要了解 好 我们往底下看 所以他这里开始说 为换礼 那后面是什么 色受想形式 后面就是 色受想形 因为这里是五蕴 蕴相应 如果这种经 放在六处里面 它一样也可以 但是它其实包含了 六路处的 处受想 处受想师 那基本上就是 处受想师 就是缘起里面的 处受 爱 取有 受后面就是受想师 五蕴里面的受想形 那我们往底下看 所以后面就是四 那其实我们要把它合起来看 其实就是色受想形式 就五蕴 我们身心的变化 那你一个一个分开看 你会觉得 当然也可以分开看 但你有时候会乱掉 会没办法把它整合在一起 那四 四就是了别 对于你所感受的禁 你所认识的禁 你所决定的禁 它产生 眼耳鼻舌生意 眼耳鼻舌生意 那么所对的色身香味 触发这个禁 你能了别 清楚明白 这个是什么 你骂我 我知道 你在骂我 这个是谁在骂我 我心里面 那么也知道 我被骂 我心里面知道 我不高兴 那么这个都是试的作用 那么试在眼睛 产生作用 叫做眼试 在耳朵声音 产生了别 叫做耳试 在味道上产生了别 这个叫做鼻试 一样 所以有六试 到底是有六试 还是只有心的六种作用 那么有各种不同的说法 但是基本上 我们就 它就是一个心而已 它就是一个心而已 那么心在哪里产生了别 那这个阿兰经里面有讲 这个火 火在草 因草堆生起的 以草为燃料 叫做草火 因为木头 叫做木火 那就是 它的燃料不一样 但是它的火的象征 是一样的 这个火点在这个草堆上 就叫做草火 点在木堆上 就叫做木火 基本上是这样的 所以 它是同一个心的作用 那产生不同的了别而已 那一定要有试的了别 没有试的了别 它那个感受不会那么强 如果没有试的了别 就是 就是我们 我们见耳 虽然看见耳 但没有去在意他 没有在乎他 见耳不试 闻耳 听耳不闻 见耳不试 听耳不闻 然后长耳不知其味 就吃了 但是 因为你心里面在想另外一件事 在听另外一种声音 你吃什么 你还是吃 但是你没有去在意 它是什么味道 没有特别去了别 那 一样 那么所以 你要经过试的一个了别 那么 这个试的了别就很重要 那么同样是一句话 那么 是你喜欢的人讲的 你不喜欢的人讲的 跟你没关系的人讲的 它就会产生不同的作用 因为你的了别不一样 所以 这个试 所以跟诚试 如果只是跟跟诚 那么它作用不大 它对心的反应的作用不大 所以叫 诗诗以厌 那么 所以他这里讲 试极如实之 眼耳平手生意试 试名为试 就是说 我们的了别 是在哪里产生了别 那么你都清楚 明白的知道 那么 试极 就苦极 就烦恼 极基本上就是烦恼的极句 明色极是试极 如是试极如实之 那为什么这里叫明色极 它为什么不是前面 像两生六师生这种 因为五蕴生心 五蕴生心 跟诚试 这个是对境界 那么五蕴生心 试名色 无名 行 试名色 试跟名色就是五蕴生心 所以叫试试柱 明是什么 受想行 身是试 试受想行 依试而住 试依这四个而住 所以 名色极 试为什么 试极 试是怎么产生的 为什么会有这个试 它在哪里产生作用 所以它这里告诉你 名色极 名色的积聚跟试 就是这三个形成 我们的五蕴生 所以这里 无名行 无名行 试名色 这个是 所谓的名色极 就是试极 这是试怎么产生的 其实它并不是说 有名有色就有试 不是 而是试 依这四个 依名色而住 试依名色而住 那么 所以它说 名色极是试极 如是试极 如是之 基本上就是说 它如何形成的 它如何存在的 当这个试 依这个色受想行而在 当试不在的时候 我们说 这个 这个就是一个尸体 不是一个身体 那你们这个人死掉了 所以我们不会说 我们不会说 这个身体 这个是个尸体 因为试离试了 受难试 当试离开的时候 受命境的时候 试会离开 那么身体就开始不运转 没有温度了 那么 所以它就 就不在 就没有了 没有这个试 但是这个试 在眼睛产生作用 就是眼试 在耳朵产生作用 就是耳试 其实是这样子 它告诉你 试是什么 为什么会有这个试 再往底下看 所以 它说 试灭如死之 当明射灭的时候 试就灭了 因为试原明射 明射原试 那 佛法说 是上三支 三个 三个 三个木头 或三个芦苇 互相靠在一起 拿掉其中一根 拿掉其中一根 都不存在 试 试 明射 没有 没有 没有这个试 那试也不存在 没有手一 没有明 没有明 没有新手 那也没有 那不能显出这个试 试 没有试 单单 也不可能有新手 跟这个什么 跟这个身体 它也没办法运转 没办法活动 那么这个 这个新手 明 是新的活动 就是试的一个活动 就是新的一个活动 我们也可以把 受想行事 当作是新 或是就把事 当作是新 那后来 在为事里面 就把 阿安坚持讲六事 后来讲到 第七事 第八事 好 我们再往底下看 所以你了解这个事 什么是事 为什么会有事 都在事些什么 就言得彼此生意 然后事些什么 设身相会触法 就是了别 他也可以说是一种 你了别的认识 但是跟我们受想 那个想 印象 就是那个取向 取向 又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说 那个想 是一种认识作用 但是事 是一种了别作用 那么他只是取向 但是他没有去了别他 他就是印象进来 但是对于他 这样像是好跟不好 他要有事 依过去的经验 依现在的心 依现在的心态 其他种种的想法 就是说 我们的了别 对这个印象 对这个认识作用 对这个东西 设身相会触法 比如说你看一朵花 你看一个人 你看一个人 那你看这个人 你看这个人的时候 那么这个人 你知道 你这个人的影像 进来而已 他其实 他其实还没有 所谓的善跟恶 那你知道是这个人 那你开始了别这个人 这个人是谁 他是好人 是不好人 是我的亲人 不是我的亲人 是对我有利益的人 是对我没有利益的人 那么开始 就有所谓的受想 那么就种种的心所 然后你就开始决定 我要对这个人怎么样 我要离开 我不管他 或我骂他 或我恭敬他 这个之后都是从事而来 从了别作用而来 好 所以跟诚是何耳 就会生怵 你就开始 了别了之后 你就开始 有种种的感受 看到这个人 心情很不好 因为感受就 比较苦 不好的 看到这个人 跟来你跟我要债 我就很忧愁 那么看到这个人 送钱给我 我就很快乐 那么 这种从了别 跟诚是何耳 就会开始 有心理作用 心理作用 就有心所 心理作用 就是受想之 那你就开始 有种种的想法 有种种的行为 有种种的决定 然后就开始 有种种的行为 都是从这一些来的 那么 明色己是士己 如是士己 如是之之 那四面 一样 明色面是四面 所以如是四面 如是之 那么云和四面 道基如是之 一样 八正道 其实就是 受想形式 它其实都不是一种 我们认为的 真实的存在 那么通常 把色受想形式 是总和成一个心 总和一个心 那把这个 把这个 对这个色受想形式的观察 简单 像金刚经 其实蛮简单的 就总和成两个方面 一个就是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就过去现在未来 那么是 都不是我们认知的 那个 那个有独一自主 恒常的 那个 他是无常的 都是无常的 他是因为因缘合合 他才有这样的作用 因缘不合合 他就没有这样的作用 那他并不是有一个 恒常的心 在那边 那你了解了这个 就是过去 他只观过去 现在未来 当然如果你详细观的话 就不是 这座想形式你都观 过去现在未来 内外好丑 出息远近 或是分别的观 色如巨墨 瘦如嘴炮 响如羊焰 行如芭蕉 似如幻化 那这样观 色作想形式一一观 那么就是一一分别观 色如巨墨 瘦如嘴炮 响如羊焰 行如芭蕉 似如幻化 但是这样也 也有一点点麻烦 更简单一点 金刚经的 色作想形式 如梦 幻泡 引路电 就这样 不管是色 还是瘦 还是想 还是醒 还是试 都是如梦 如幻 如炮 如影 如露 如电 就这样观就可以了 那其身系是一样的 好 所以 我们来底下看 那这个八正道 那八正道就是从正见乃至正定 是名 四灭道鸡 如是四灭道鸡 就是 要怎么得解脱 为什么会受苦 是怎么样来受苦 就是 道鸡就是它的轨迹 它的路径 它的路径 它是 这个台风的路径 就是台风的道鸡 它整个路径 是怎么样的 那我们烦恼 我们整个苦 生死沦远的路径 是怎么形成的 这台风 像我们的 就台风一样 什么气流 什么气流 然后怎样 汇聚在一起 那我们基本上 就是无名跟贪爱 那两股气流 那汇聚在一起 景前一个风暴 那台风的路径 它往哪里走 往哪里走 然后 它走到哪里 那我们要怎么预防 那已经来了 那我们要怎么样 不受它影响 把影响 伤害减轻到最低程度 一样 烦恼 烦恼就像一股飓风 无名风 不断不断地 在对我们产生影响 你怎么让烦恼 不形成 那么形成了 我们要怎么防备 其实讲这个 所以 它这里其实都是一样 色受想行事 然后配合 所谓的未患离 但是这里面都是 只要它的过患 就一定是苦 苦是它的过患 那苦就知道 它是无常的 所以无常苦便利法 所以叫做无常故苦 因为无常所以苦 因为苦 所以我们要离苦 因为要离苦 所以要知道 苦是怎么形成的 其实是这样 那离苦的方法 不离开 戒定会发生到 叫做三学八正道 不离开这个 那么三学八正道 不离开如实之 它的根本在智慧 它的根本在智慧 觉察的智慧 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所以这个叫做 四患如实之 那怎么样离未患 过患 然后知道而能远离 一八正道修行 然后调辅 一八正道 调辅玉滩 断玉滩 月玉滩 那么你才能够 没有这个五运的苦 其实这个色寿 想先是一讲 其实就是身心的苦 要不是身苦就是辛苦 那么你要怎么样才能够 那身心它是无常的 无常它就会有苦 因为它必然只要有出现 身心的出现行程 它就是身 行程了 有因有缘四间级 有因有缘 有烦恼 有贪爱 有业 有烦恼 有祸 有业 就有苦 它就有身心 那么苦是身心的代表 那么身心是怎么行程的 五运生是怎么行程的 五运生 五曲运 它是怎么行程的 那么你了解了之后 你了解了之后 把那个 把那个最主要的部分去掉了 那么这里讲 就是贪爱行程的 爱解锁是贪爱行程的 所以你要处理这个贪爱 处理贪爱的方法 不离开三学八正道 不离开三学八正道 所以它在讲这个 我们把它合起来看 如果你把色寿想 就是一看 你可能就会比较 没有办法抓到重点 那基本上就是 五运生心它就是苦 从生到死当中 一定会有老病 愿正会爱别理求不得 那因为五运赤胜 烦恼不断在烧 烦恼不断在烧 所以你必须要 调腑欲滩 断欲滩 愿欲滩 那么你才能够 真正超越 超越这个痛苦 那这里叫做七处上 其实就是 苦即灭到未患理 七处上 苦 那么苦即灭到未患理 从五运里面色寿想形式 从色寿想形式里面去了解 色寿想形式 那么色寿想形式里面 那么了解这个五运生心的整个状态 那么你知道烦恼都从哪里生起 痛苦是怎么来的 那怎么样超越这个痛苦 他不离开 第一个不离开 如实之 其实就正见正思文 不离开正见正思文 然后接下来就是要 进行控制调腑 控制调腑 然后再断除 然后超越这个阶段 其实就是这样而已 那很简单 就是我们回去 或是我等一下 我们有种种的烦恼 那我们怎么控制我们的烦恼 我们有没有觉察自己的烦恼 正在起什么烦恼 将要起什么烦恼 已经起什么烦恼 我们已经起什么烦恼 那么这个烦恼还留在我们内心 那么我们正在起什么烦恼 我们未来将要起什么烦恼 那么我们了解了 那我们怎么样去控制他 怎么样去调伏他 然后最后断除他 那不离开我们说戒定会 那正见正思文 然后正与正业正面 就是控制你的身心 控制你的身口欲 控制你的身口欲 不跟烦恼相应 那你没有办法完全不跟烦恼相应 所以至少不要跟出众的烦恼相应 你要先控制这里 就是不跟 所以你控制他不跟出众烦恼相应 那么他就不剁三二道 道道一望 他不剁三二道 那么进一步 进一步 那么 不要跟五欲相应 那你就出欲戒 你就出欲戒 然后不跟三戒的欲滩相应 你就出三戒 那一开始要先 不跟出众的烦恼相应 叫戒 然后不让他的 不让他的范围扩大 不让他的影响延伸 时间延长 所以先控制 然后调伏 调伏心要有力量 调伏心没有力量 你调伏不了 烦恼比你有力量 还是烦恼心 定心也是心 烦恼心也是心 你要调伏他的心 跟他不受你调伏的心 是同一个心 所以你现在要训练 在没有境界的时候 就要训练 所以在没有境界的时候 你要观呼吸 要念佛 要诵经 要训练你的心 有力量 就好像你要参加奥运 要训练你的脚能跑 一样 你要先训练 那训练到有心了 你用这个心 他要调伏的 同一个心是同一个心 同一个心 但是你这个心比较有力量 他那个烦恼心就会调伏 调伏到一个层次 你就可以把它断除 那么我们是做这种动作 所以这里叫做七处上 那后面的三种观 我们把这个讲完 那三种观 所以他告诉你 什么叫三种观 就是运触界 前面都讲五蕴 前面都讲五蕴 那六处呢 六处更细一点 沿着鼻子神力 对射身相位处 六界地水火风空事 所以他告诉你 空闲树下陆地 所以你要给自己的一个时间 你给自己一个安定的空间 给自己一个一段 就是可以让你训练的时间 可以让你安定的空间 那么让你的心 在这种相对安定的时间跟空间下 做训练 做训练 那么所以空闲 树下陆地 所以佛弟子 佛弟子听了佛法 都跟佛陀这么说 我文法后 独一尽处 那么专精思维 五方一柱 找一个相对安定 那你说那我事情很多 你事情再怎么多 你总是有自己一个人 上厕所的时候 洗澡的时候 休息的时候 睡觉的时候 睡觉之前 你多个五分钟 甚至你洗澡的时候 你这个时候 你的重点不是洗澡 你的重点是洗心 让你的心安定 但是你还是要洗澡 但是你借这个时间 你也可以修 但最好最好就是 你静下来 所以我们 不管在家出家 也许出家中 一定要有一个 一定要有一个 你不要整天都在忙 你要有一个相对安定的时间 让你坐下来 可以思考的 你一定要有这个时间 当你训练到一段时间之后 那你就能动中修 一开始没有办法动中修 那所以你必须要 有静下来的时候 像打坐 你打坐才容易入定 你没有打坐 走的时候 你不容易 但是你要训练精醒的时候 你能够 重点在思维佛法 不是要入定 但是你如果那个心不安定 你对佛法的思维 不够有力量 没有力量 所以他告诉你 你看 空险树下入地 你就要如实观 观什么 观五蕴 六界六处 那么用这个方法 正方便 用这个方法 未换礼的方法 苦极灭道的方法 这个叫做方便 善巧方便 你要有正确的方法 然后思维 这里讲的道理 从前面讲 苦极灭道未换礼 那个苦就是色色强行事 那么你要去思维 这样的道理 就想这个心 那么这样叫做什么 三种观音 就是叫做七处三观 那简单讲 苦极灭道未换礼 然后运处界 这里是名比丘七处上 三种观音 尽于此法得乐界 你这样做 你就能得解脱 你只要这样做 你就能够趋向解脱 其实是这样 得无肉 心解脱 会解脱 心解脱 就是心不受贪爱的戏服 那么心不受无欲的戏服 心不受贪爱的戏服 叫做心解脱 然后心不受无名的覆盖 叫做会解脱 其实是这样的 那你远离了贪爱跟无名 就心解脱 会解脱 那么心解脱 会解脱就有什么 就有解脱之见 所以八三道是戒定位 那戒一戒定位 七处三观 可以得解脱 得解脱就有解脱之见 宪法 自知 你当下你就能够自知 自作证 我身已尽 犯身已立所作 已犯不受厚勇 这个叫做解脱之见 所以你的法身就形成 就是你在 当你在树下做思维 或是你在近视做 近近的地方做 思维这个道理的时候 你的法身就开始有轮廓 这开始在凝聚 要不然你的就是 你的就是烦恼身而已 就是五蕴身 叫做五曲蕴 五曲蕴就是跟无名 贪爱相应的五蕴身 那么如果你把这个 五曲蕴的五蕴身 转换成五分法身 把五曲蕴身 转换成五分法身 就在于有没有如实之 有没有依这个方法去做观察 所以其实佛法 他告诉你怎么修行 但是你了解了这个道理 你要如实之 就是你要了解了道理 之后你要依教奉献 先要欢喜心受就是你了解了 那么你愿意这样做 你也确实这样做了 那么这样才有办法 好 我们今天早上先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